昨晚演艺称最受两岸3D喜爱的刘德华身穿戏中香港警服现身三里团引来众多影迷疯狂追捧 向来正是隐私的刘德华因岳父过世被迫公开已婚消息还一度被封为大话天王 不过他多年来的努力有目共睹 即使被骗粉丝仍甘心为他找借口原谅他 女儿诞生后刘德华对家世的保密程度也逐渐松绑 多次在官网上对粉丝倾吐心事 而女儿的名字刘向慧被媒体刊登后也经过他证实 而对于近日港媒爆出的妻子朱丽倩怀二胎的传闻柳德华给予了否认 然后他故意一脸愤怒的向前冲了几步假装质问台下的媒体 是谁问的这个问题随后便哈哈大笑并谢谢大家的关心 当天刘德华写林扎栋 吕良伟 王敏德 共同在瑟瑟寒风中亮相 卫章于12月12日赫塞党供应的紧费动作片 3D风暴脉力宣传 片中刘德华足足打满60分钟 上演了大量危险的动作戏码 当主持人问到这是否会是他最后一部搏命之作时 他表示 我好像很严重的一次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我还年轻所以没关系 然后在体型跟体能上面我都非常好 那所以先看这个 如果大家喜欢我可以继续放心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